很明白 他们问我 怎样能够避过这个灾难 我告诉他 除了老师念佛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今天新加坡这个地区 我们能在此地 遇到一个如法的道场 念佛堂跟祥堂 无比殊胜的庄业 仁德法斯到此地来看过之后 赞叹 现今世界第一道场 羡慕我们这些人有福 有福的人 不在少数 但是没有福报的人 造孽的人也不在少数 什么原因呢 没有智慧 不认识 要照我们一般的话来说 不老实 不小的这个机缘 得来不容易 机缘就是世间人家的机会 机会不会常常遇到 所谓是一纵即逝 就不见了 再要想得到这个机缘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死去 不但你一生当中遇不到 可能生生世世都遇不到 所以遇到这个好机会 一定要好好地把它掌握住 决定不能够放松 就像这样的机缘 可能是怎么终之路 是什么 我来会带到这个机缘 所以现在想到这些机缘 但是因为在明年什么地方